Om A Rābhājā Nād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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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你本师自教牟尼佛 顶你人素智慧勇士 顶你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已经见闻德素罪 演技如来真实意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我们现在就开始讲俱舍论 这个真实论文当中 前面已经讲了定理和历史句 然后同时也结束了论文 今天讲第三个问题 词论与必要党司法称你所所 那么科派根据有故宗 希望大家也应该知道 我们所有的佛教的宗派当中 一般小乘有两种宗派 一个是有故宗 一个是进故宗 然后大乘的话 可以说是有显宗和密宗 显宗当中的话 就是威士宗和宗观宗 密宗当然是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这些道理 所以宗派自家的关系 一定要分清楚 现在我看见很多人 在韩文上的巨舍论的讲义 他们可能对四大宗派的关系 不太清楚 有些人认为巨舍论 讲到密宗的解释方法来去解释 有些人以重感的方式来解释 但这样解释的话 肯定没办法解释的 巨舍论的话 最高度是进步和 有不总的一个总派 这一点应该清楚 这样解释下来的话 我们也可以解释得清楚 有些人认为 可能是这样巨舍论 既然是小乘总的有不和进步的话 我们没有必要去学保 我们就是大圆满修行人 是我们是大圆满修行人 但是我们这个色学的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 从这个密研方面的 现在我们所动达的呢 最好说还是这个 眼前的这种这个学问呢 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 就在他的教堂里面 前一段时间可能我应用过 就是我到这个印度去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 这个我今天就是从这个这里呢 就到这个印度去的话呢 那么路途程度的这个生源呢 我一定要这个注意 就是路途当中有什么这个不好的这个 一些这个违缘的话呢 我要这个去这个注意 但是我只关心这个 尼泊尔到那个 印度之间的这个这个地方 就是不关心我眼前的这些抗的话呢 很有可能 我就是快进步的话呢 就是我自己在这个 躲在这个眼前的抗里面就是 所以呢 当然这个 我到了那个尼泊尔的时候 再说这个尼泊尔和印度之间的这个地方 是怎么样过啊 就是到了哪里的时候呢 就是都可以 但是我现在在这里讲的话呢 就是到底能不能坑 能不能我到正式的这个尼泊尔 就是这是有点困难 因此我们呢 这个大悦乐的这些境界的话呢 就是还是比较这个远的 就是对我们要说的话呢 就是可能比较远 因此我眼前的这个明眼的这些范门 和明眼的这些道理呢 还是这个需要这个尽统 如果你没有尽统的话呢 尤其是这个学佛就是 不管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神奇证件 或者呢就是给别人探讨的时候呢 没有这方面的学问呢 就是确实就非常这个可强 就是前两天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广东的巨师 他给我什么这个说是遭命文大陆啊 你走大火轮呢 就是他要破这些就是 然后那个写了一个文章 就是文章上的大厨都是骂人的 就是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但是看了以后呢 就是冲突到未来就是 他就根本不懂什么这个叫隐移 什么叫那个推理 就是什么叫教证 就是什么都不懂 然后自己呢就是顺便这个呼售的 这些人跟他打电话就是 他打电话的时候 所以后来呢好像这个人就是 就是精神有点问题一样 就是后来就是 就觉得是这个 有时候他说说 我现在这个任劳了 就是已经糊涂了 我表达能力就是很差 就是我说表达能力很差的话呢 你文字上的是可以 就是这个写 文字上可以写的话呢 你现在这个该写的东西 给我这个说出来 然后我也是故意 对他这个很多地方呢 就是避着他就是让他那个说 但是这些人呢 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因为这个教理也什么都不懂 什么叫教制也不懂 什么叫小乘和大乘之间的气配也不懂 什么叫这个巨舍和伯弱之间的差别也是不懂 什么叫金头尊和弥僧之间的差别也是不懂的 现在实际上是很多人是这样的 自己原来是自己已经懂 这看了两三本书的时候呢 就自己觉得是确实是自己已经这个懂了 但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一些这个明眼的就是简单的这个 什么叫无影都可能他就是搞不清楚 就是有很多人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佛教徒呢 如果这样忙碌这样愚本的话呢 我想是在这个现在这个科学这个 就是这个非虚发展的这个世代当中的话呢 就是可能我们这个佛教呢 佛教的话呢就是不可能这个前进 就是就是非常这个困难的就是 因此一定会是这个停止在那里 因此呢作为佛教徒呢 我觉得是这个研究就是尤其是对这个佛教的大乘和校乘方面的这个理论和这个研究和这个求学就是这一点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就是自己修行的时候也很重要 对别人谈讨和色素弟子或者是与他这个编论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种这个广文读学呢就是非常重要 下面我们开始讲那个修行论就是 他松词里面是这样讲的 无边诸法之之为 就是无边诸法之之为 无法熄灭诸烦恼 就是这是那个修行论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就是这是那个修行论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他颂词的字面意思呢 就是应该这样解释就是 就是无边诸法之之为 就是无实之力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他这里这样讲的 如果没有这个遍秘一切诸法的这种智慧就是 我们呢就是学这个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这个开智慧 很多人说是你能不能可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阿达巴达就是 就吹一吹我的口里面 就是然后我马上也像那个开智慧 好像那个就是这个口里面吹一个缝呢 就是马上那个智慧呢 就是从眼睛里面出来了一样的 很多人这样认为 但是实际上呢 就这是那个边界的智慧还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哪些是法哪些是非法就是 所以哪些是这个一切法的重向 哪些是这个一切法的变向等等 就是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这个主法的差别和这个 这个单向啊就是等等 就是这些呢就是必须要通道 如果我们没有能辨别 主法的这种智慧 那么这个无法熄灭一切烦恼 就是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就是 每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是有这个业和这个烦恼就是 那么业和烦恼的话呢 必须要通过这个无有的这种智慧来就是摧毁 就是佛经当中也是说是那个 就是这个智慧呢就是能这个摧毁一切烦恼大神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就是自己的这种这个 这个智慧的话呢就是无法这个摧毁这个烦恼 就是无法这个熄灭烦恼 如果无法熄灭烦恼的话呢 有什么样的过程呢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呢就是 在轮回当中是无法这个解脱的 就是余火漂泊有害过就是 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可怜的众生的话呢就是 始终是在这个以这些烦恼就是 或是在这里这个以这些烦恼吧就是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能熄灭这些烦恼的话呢 依靠这些烦恼就是 始终是这个漂泊在这个山有大海当中就是 我们就是会这个沉溺在这个大海当中 如果没有佛法和智慧的这种大传的话呢 始终是不可能就是这个解脱的 就是一直是在这这样的大海当中呢 就是会这个沉溺的 因此呢就是实情论书为什么在这里 这个宣说对话乡呢就是 传论次论来佛所就是 那么就是在颂词当中呢就是 传论就是听说就是或者是传说就是 在这个论点就是这个俱说论的话呢就是 或者是这个 他这里次流呢就是指的是这个 前面都是讲过吧就是 这个对法起步的话呢就是听说是佛所的就是 所以在这里呢有一种就是 不太很满意的这个预期吧就是 实情论师呢就是说是 没有智慧呢就是不能这个摧毁烦恼 就是如果有来烦恼的话呢我们 这个社会这个 一直是漂泊在轮回当中 为了这个 终生呢就是不漂泊在轮回当中就是 真正这个真物这个人物 所以呢就是听说是佛陀呢就是 已经宣说过这个对法起步就是 他这里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据说什么这个 听说啊据说啊有一种这个不太很满意的一种这个 语气就是宋词当中是有这样 哪天上师如意宝也不是这样的吧 我们前面好像那个就是什么 我们实情论师的这个传记当中也是有吧就是 他这个移植的肯森尼尔的那个宗仙上师 宗仙上师的时候呢就是他就移植了很长时间 后来呢就是他到那个乌珠那里去这个求学吧就是 后来他就造了那个就是造了那个就是 就是阿毕达摩这个巨手轮的这个颂词 然后寄给他的上师的时候呢 上师非常的这个高兴就是他认为是 哎那个巨手轮就是写的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上师书下的一些弟子的话呢就是他们 全部是那个孝顺的优众他们呢 上师好像那边有很多的什么传门啊巨手啊就是 呃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这个不满的这个语气 这些不满的语气的话呢他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 这个优众的众派呢就是有一点这个看法 或者是不错我们的这个众派就是 然后诸弟子们呢就是给那个上师就是这样这个清教 这样清教的时候当时那个宗仙上师呢 呃就是宗仙上师呢就是说是更本故事 因为实情人士的话呢他就是特别精通那个思绪就是 这是一种这个呃就是协作的一种这个呃 述法就是一种这个协作的修饰法就是 所以他不是这个呃 迫我们的这个众派就是 后来呢就是呃就是宗仙人士再再要求呢就是让这个实情人士再做一个这个注释 就是让知识 然后那个做知识的时候呢就是猜呃这个实情人士呢站在他由不的这个进步的观点就是 然后呢就是他自己这个所有的这个传闻啊传说啊 这些都是确实是对这个由不足够的一种这个呃 不满的欲气 不满的欲气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上师呢就是有点不高兴就是呃 他上师呢有点不高兴 准备呢就是向他这个辩论就是向他辩论呢就是到那个摩羯 摩羯头地方吧就是当时这个实情人士住在摩羯头的地方 然后呢呃就是当时那个中仙上师呢就是准备到那里的时候 呃舍羯头呢以听说他的上师来就是召台就是他就特别害怕就是有点那个 一方面呢就是他是这个他的上师就是可能就是对他辩论就是不太好 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呃他也是这个害怕上师不高兴 然后他自己呢就是呃以那个叫佛塔的这个名义来就是到那个尼泊尔就是到尼泊尔 尼泊尔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印度的呃印度呢就是这种这个没有说法好像是你们是这样说的吧 就这个当时你们看一下我那个前面也引用了一个印度佛教师 然后他说是因为事件方面也是有点这个呃就是对不弄就是为什么呢 呃那个当时他的上师呢呃当时17年是到尼泊尔的时候呢就是他的上师已经远及好多年了就是 所以在这个事件上呢就是有一点这个呃就是不和就是他是这样讲的 但不管怎么样呢呃凡是那个呃是金伦斯呢就是他的这个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经常有一些这个穿梭 据据等等就是这些那么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我以前也讲过就是这个据事论的呃这个宋词呢呃应该是那个呃就是主要宣讲那个有不宗的观点就是就是有是宗的观点 然后他的这个这个自身呢呃呃就是呃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这个进步的观点就是他自己呢就是在这里是站在这个进步的观点当中就是 因此呢他这里有一些不满的这个预期呢就是也应该是那个对这个有不宗的不满的一种这个预期就是所以这个呢他这里说是呃就是为了这个 吸灭这个烦恼吧就是据说是这个呃佛陀呢就是已经这个宣说了这个对法弃补 但是对法弃补的话呢就是不是这个佛说的间接呢呃就是他直接都是没有这个说呃就是据说是这个佛陀说的实际上呢就是实际上是他当然呢就是不承认不承认什么呢就是这个对法弃补就是不承认是这个佛陀这个所说的 也不承认呢就是是这个阿罗汉这个所积极的应该是这个承认这个反复所所造的就是这个全面我们倒是再讲一下也可以就是先把那个他的颂词 他的讲义就是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宣说对法呢其原因是无有辨别有无无弩一切法的智慧就是他这个居士论当中呢就是经常说是有弩服不弩法就是这个下面还有这个广说就是什么叫有弩什么叫无弩就是这个我们下面还有这个广说的意思 如果是我们这个大乘的话呢就是冷蔑瑟瑟的一切法的人那么这个小镇当中经常讲这个有弩法和无弩法那么他这里说如果这个没有辨别有无弩的这种智慧再无有其他的方法可灭尽根本于睡眠的一切烦恼 如果内经烦恼何果有将如何呢烦恼是三根本的三有的根本依靠这些烦恼必然这个会记恶业的就是记这个各种各样的业 结果呢就是将永远漂泊在世间三有大海中 因此这个传所谓呢生起便洗主法的智慧 佛所谓宣说呢对法弃补 何来由其为阿罗汉建计就是就是就是那个由不宗的观点就是首先是那个罗特勒也是已经这个讲啦就是他就是由不宗的观点吧就是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话 不能去除烦恼 不能去除烦恼的话 我们轮回当中不能接触 轮回当中不能接触的话 众生永远都是在这个阔害里面宣传 因此为了生起这样的无恶智慧 据说是佛陀已经先宣说了对法论 然后后来的这些家园 穆检联 瑟利兹他们期待阿罗汉 分别阶级的七部对法论 他是这样宣说的 那么这样的阿罗汉阶级和佛陀所宣说 是合理的 下面说他就继续讲这个道理 九强法乎尊责 阶级一元凭一阳 因为这是共同承认的 他们这个法乎尊责的话 就是释迦牟尼佛先宣说了这个因缘品 后来就是法乎尊责是已经这个阶级了 同样的道理就是现在这个对法法门 也就是说是这个举手的法门的话 首先是释迦牟尼佛在各种经典当中 已经讲了对法起伏的各种意思 后来的话就是这些其他阿罗汉的话 就是释迦牟尼佛原来所讲过的这种法 就是全部这个积极的就是这是积极的 这是那个尤伯宗的这个说法 这里的传说是指他众的观点 就是这里所谓的传说 就是传说 应该是传闻也可以 但传说传说也 实际上是就是这个作者 作者呢就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 而对于伯宗的一种不满的这个语气 就是据说是你们的这个 这种这个佛陀所说的其实根本不是佛陀所说的 就是他这里这个意思呢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呢 经过众法案这个发现此论众的 即使无为法又是称法当当说法 欲教内有许多项目之处 所以说这个对法其不是 就加单言当阿罗汉所造 就是阿罗汉这个所造就是 加上罗特王伯吧 就是跟那个说法跟这个说法有点点这个不相同 他这里呢就是不是佛陀所的阿罗汉所造的 就是也是有这样的 就是刚才那个他们有始终 他们不是呢 有始终的话呢 佛陀所说的这个阿罗汉这个所接级的 就是他们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佛陀所说的吧 就是然后是经文师呢 就是据说是佛陀所说的 实际上呢 他说是他说不是这个佛陀所说的 应该是这个阿罗汉这个所造的 阿罗汉这个所说的 就是他的这个意思呢 是这样的 但这个观点的话呢 还是那个比较 也是有一些这个辩论性的这个观点 就是以前那个佑布宗的话呢 就是他们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佛经当中呢 因为这个经常佛经里面说是三藏法师 三藏法师的话呢 就是这个对法藏呢 就是应该是佛陀所宣说的 如果这个佛陀没有这个所宣说的话呢 就是佛经里面所提出的这个三藏法师呢 就是也不能这个成立的 所以呢 就是如果这个对法藏不是这个佛陀所说的话呢 就是这个三藏这个法师的道理呢 就是不能这个成立 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 然后这个世纪人士的自身里面呢 就是他只讲了这个经不宗的观点 就是没有这个剖析 有不宗的观点 很难有些人士的这个家义里面呢 就是专门就是也这个解释过 他说这个对法弃部的话呢 就是不是这个佛陀的 就不是你们有不宗所承认那样的 不是这个佛陀的 不是佛陀的 或者三藏法师不存在 当当这些过法呢就是没有 为什么是没有呢 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宣说的这个戒律和 经藏当中的话呢 就是专门抉择一些中相和别相的法门 就是那么这些呢就是所谓这个对法藏 就是这些呢就是所谓这个对法藏 因此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对法藏 就是不存在的这种过失呢 就是不应该这个有的 就是不会有这种过失 就是他是这个这样来这个诚信 就是这种观点 就是所以这个清约这个阿罗汉所造的这种这个对法论呢 就是不是这个佛所的 就是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观点呢 就是应该是这样这个成立的 后来呢那个印度佛教师和还有这个明朗大师 就是明朗这个意思呢 他有一个叫做是那个漫谈佛教 这个漫谈这个佛教吧 就是漫谈佛教的就是论长 就是这两个论典当中呢就是都是 是这样讲的就是 他说这个愚人呢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对法旗论呢 就是是这个阿罗汉这个造的 但是说阿罗汉造的这种这个说法呢 表面上看来就是还是这个很相似的就是 表面上这个看来就是还是这个很相似的 所以肯定就是不是这个佛教的 不是佛教的 他的明明是什么呢 因为呢 这里有很多的这个过失 就是什么过失呢 比如说也就是刚才那个 丹兔摩洛也跟曼文波不是 那个是叫那个 讲罗特王波吧就是 罗特王波也是已经这个讲了就是说是那个 这个无违法这个城市啊就是当当就是这些过患就是 所以他说是这不是这个佛陀所造的 因为呢 这里面有很多违背这个佛法的一些这个过失 就是所以肯定这个阿罗汉造的 就是有些人是这样讲的 但是那个 这个印度佛教使命呢就是专门就是播持这种关带 你这种这个说法是肯定不合理的 你说那个 这个因为这些这个优势之外的关带 关在那个七步什么对法 那么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过失 所以是阿罗汉造的 那么这种说法是肯定不合理的 为什么是不合理呢 因为释迦牟尼夫这个在世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最恶意的这个两大弟子呢 穆建联和那个色里子就是 然后这个色里子和穆建联的话呢 就是他们的将自己的这个优势中的观点 就是还没有这个精通就是 而且呢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个过患的话呢 那就是根本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后来这个事情是也说了就是现在这个佛法已经 这个佛头已经涅槃了 然后这个真正的真人呢就是也已经这个怨激了 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佛教的话呢就是也这个 受到这个失败的时候就是 《最后结论》里面都是有这句话 如果穆建联和阿罗汉就是 穆建联和这个色里子当阿罗汉 他们所造的这个错误的话呢 那么所有的这个真人呢就是当时佛头在世的时候都不存在了 就佛头在世的时候的 那么这些这个所有的这个真人的话呢 就是都已经这个不存在了 因此呢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个佛头所说的 不是佛头所说的阿罗汉所说的 因为这对法其乐里面有很多的过失的 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不成立的 那么印度佛教师和那个米尔大师就是 他们自从是怎么样认为的呢 他们说是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对法其乐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凡夫人造的凡夫人造的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他们就是卸上了 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名字就是 然后就是有这个凡夫人造的就是 最后这个卸上阿罗汉的名字 以这样来这个成立的就是 这样的话呢就是合理的 为什么呢因为对法其乐当中呢 很多都这个比如说这个城市的法 就是虚空是这个石油这个城市的 然后我们这个有什么这个无表色和优表色呢 就是也是这个城市的石油的东西 但是这样的石油的东西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呢 就是他们说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阿罗汉的话呢就是根本不成立的 根本不可能这个说的 佛陀的话呢就是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个说的 所以石金人士呢为什么是宋词当中呢 就是说是这个传说词词诺来佛说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不是这个佛的这个语言 也不是阿罗汉的这个语言 因为像这有不准的这种这个观点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凡夫人呢 就是以阿罗汉或者是以佛陀和阿罗汉的这种名义来 就是造这个对法这个七伦 所以呢就是在里面就是出现这样这个多的这个过话 就是这就是石金人士的真正的这个密意 就是他的真正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应该是这样这个承认就是 所以我像这样这个承认的话呢 就是刚才这个明朗达斯和那个 印度佛教师多罗罗斯的这种观点的话呢 还是这个比较好解释就是 就是如果我们说这个佛陀有这么多的 这个有不同的这些过失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佛陀就是当然众生的 像说显现有过失这样的话呢 稍微好一点 但是这个也有点困难 然后阿罗汉的话呢 有这些过患的话呢 释迦牟尼佛的最这个 就是这个树里的两大带子 这个弟子这个明建林和瑟利子 他们的话呢有这种过患的话呢 也可能不太这个合理的 然后凡夫人这样造的话呢 就是凡夫人这个造的论点呢 但是释迦牟尼斯也是对他很不满的这个语气 穿索就是这个佛寿的就是 实际上是根本不是这个佛寿的 但是不知道就是哪些这个 听到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佛寿的 就是释迦牟尼斯呢 在说是里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不满的这个语气 就这一点呢 就是有这个很大的道理 很好的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释迦牟尼斯呢 就是他就完全就是通到这个佛陀的这个密 人数根本序当中也是已经这个专门有这个数据的 就是专门有数据的 而且他们就是一生当中通达这个 这个佛罗这个居士文部 有些说是佛罗这个居士具文部 就是有两种这个意思 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已经这个 就是通达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小层的一些论点 当然这个有关历史里面说是 他这个对这个大臣就是先那个解说啊 没有解说啊 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亲自就是已经这个收集了 而且他呢就是已经干过五百世的这个扳子大 就是有些历史里面就是这样讲的 如果他呢就是没有真正通到这个佛教的教育的话呢 我相信是后面的这些这个论事的话呢 也非常这个困难的 因此我们自从的话呢 应该可以这样说 就是所有的这个这个对法起步的话呢 就是是这个不是这个佛说的 然后呢也不是阿罗汉说的 但是呢应该是一些这个凡夫人这个造了以后呢 就是写上阿罗汉的这个名字 就是这是这个 现在这个明朗大师和那个印度佛教师呢 就是还有一些这个教育当中呢 就是也是是这样这个讲的 如果我们这个这样这个讲的话呢 就是也可能这个好一点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是那个 实在明尼佛呢就是佛经当中也是有这个三藏 就是当时不是那个家里呢 就是家四呢就是已经这个借记了这个 就是对法藏就是 所以呢就是有这个有什么就是有这个对法的 就是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单独这个佛陀没有这个说的话呢 实际上是这个大藏经当中也有这个就是对法藏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 就是这也是一个叫做我们昨天所讲的这个满层轮士吧 就是满这个宝满的满满层轮士 就是满层轮士呢就是也是就是他是他这样讲的 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就是还是也有一些这个道理 就是这样讲也道理 但不管怎么这个问题上面呢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看一下 因为这个实际人士他在宋词里面呢就是说是穿梭这个居首 这些呢就是是这个佛陀说的 然后他的这个注视里面呢就是说是是他站在这个进步的观点 就是所以呢就是不太这个承认 因此为什么说刚才那个中宪伦司的这个弟子和中宪伦司 那就是都不能这个接受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将那个呃自事这个造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明明知道是这是这个实际人士呢就是不承认这个有故事的这个观点就是啊 就所以呃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还是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希望呃在这个呃就是有些地方呢就是还是要这个分析 就是正反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可以呃知道是这个实际人士为什么说是在这个颂词里面说是对这个 这个优伯祖有种不满的这个语气呢 因为他们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不太这个现好就是他们说是哎这个对法造呢是像这个佛陀说的 后来阿罗汉这个阶级的所以呢呃就是这个就像是一眼皮一样的就是这是阿罗汉这个阶级的就是这种说法也是是不太合理的 哈呃还有些呢有些那个优优独应的那个阿罗汉 还有些也不太认识导的颗icon 90%其实我呢只是纯级的这个 观察观察就是到底是我们怎么样 这个成人才好 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要听那个事情人士 事情人士他的这个知识的观点 就是你们还是好好的对一下 就是他知识里面和这个孙子里面的 这个观点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就是他的这个知识呢 还是站在近流的观点来 就是播出那个有播种 其实他自己孙子也是自己造的 好像自己破自己一样的 但是这个呢不准矛盾的 就是首先呢就是他到这个孙子造的时候 算识里面呢就是把这个有播种的这个观点 就是已经说出了 然后自识里面呢就是进播种的观点来 就是开始这个破 实际上呢就是他的这个知识 就是我们的这个自重 只不过有些这个文字呢不明显 就是因此后来的这些高僧大德呢 在这些问题上呢就是还是有一些这个 讲理来就是做进行这个辩论吧 就是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有播者所这样一来 三章就被弃全了 就是有部一部呢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他如果这个不是这个佛陀说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三藏都已经不齐全了就是那么他这个做大做做回答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种过失 因为对话者呢就是是这个精重抉择分以一击发指者提强的那一部分就是这是进步中这样对方 这样这个回答的话呢我们这个大乘的这个经典大乘的这个三藏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国乐经》呢或者是一些什么《律经》当中呢就是所拒责的一些动向和或者是生意方面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是称为是对法对法藏就是人 因此没有这种过失就是下面呢就是没有这种过失 干脆像大乘的这种过失 下面大家一起回想功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